数捷车厢歪斜横倒 浓浓白烟不断窜出 整排救护车一旁待命救援 这些火车对账意外 发生在希腊首都雅典北方 失控脱轨的车厢 窗户玻璃全碎 现场还留下扭曲几乎全毁的车体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强烈 获救民众还惊魂未定 因为当时一列载运货物的火车 竟然高速迎面撞了上来 两列火车双双脱轨还引发火灾 根据外媒报道 这般乘继列车是从雅典往北 开往第二大城地下隆尼基 上面载了大约350名乘客 结果对撞造成六节车厢脱轨 至少三节撞击后起火 目前铁路公司代表 以及值班站长配合警方调查 只是每天行刑的列车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重大意外 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还要进一步调查 TVBS新闻做不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